有时,当你走在路上,不由自主地想到某个朋友,突然手机铃声响起,一看竟然是那个朋友打来的,或者你可能在想某件事情,然后突然发生了,这种事情是巧合吗?还是这是你内在的意念力在其作用? 而意念又是什么?它与我们身体内的能量场又有什么关系?首先,让我们看看意念,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词语,它是我们内心的一种表达,是我们的想法,意识和感觉,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超能力,但这真的是吗?当我们深入研究佛经时,我们会发现对意念的详细描述,佛经中说一切都起源于意念,实际上,意念被认为是创建我们现实的基石, 每当我们想到某件事情或有某种感觉时,我们的大脑会释放能量,这种能量影响了我们周围的环境,甚至影响了我们身体内的其他部分,现在,你可能会问,这与人体内的能量场有何关系? 实际上,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每次我们的心跳,每次我们呼吸,甚至每次我们思考,我们都在释放能量,这些能量形成一个看不见的场,我们可以称之为生命力, 而当我们的意念与这个能量场结合时,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以前,你是否有过这种感觉?当你心情低落或情绪波动时,周围的电气或灯光会突然闪烁或出现故障,你是否曾经感到? 当你与某人的心灵相通时,不需要言语,就能感受到对方的情感和想法,这都是你的意念和身体的能量场在其作用。 有趣的是,这不只是佛教的观点,科学也已经证明,我们的意念和情感确实会释放能量,并影响我们周围的环境。 研究发现,当一个人集中注意力或冥想时,他们的大脑活动会产生特定的电磁波。 这些电磁波与他们的意念和情感相关,所以,当我们说意念力可能是一种超能力时,这并不完全是错的。 但这不仅仅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力量,只是大多数人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和利用它。 当我们学会了如何运用自己的意念,我们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健康和幸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是我们内在的超能力。 但实际上,这只是我们与自己,与大自然和宇宙的连接。 无论你是否相信意念力是一种超能力,它确实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透过了解佛经和现代科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并发现这个隐藏在我们体内的神奇能量场。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学会如何运用它,为自己和它人带来更多的正能量和幸福。 当你今天走在喧嚣的城市中,每个人都彷復被一种不可见的力量包围,这种力量就是每个人身上的能量。 有人认为这个能量,如同每个人的指纹,是独一无二的。 但这真的是这样吗? 那么,当你遇到某个人时,会有一种莫名的默契,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们身上的能量是有限的。 想象一下,你是一台手电筒,你的能量就是里面的电池,而电池的寿命是有限的。 你可以用它照亮黑暗,但不可能永远不熄灭。 每个人的能量场强度也是不同的,这就好像手电筒的瓦数,有些人的光芒非常亮,而有些人则是暗淡。 这都取决于我们如何维护和使用这个电池。 但,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特别的人,他们似乎拥有一种魔力,能够把自己的能量和其他人的能量相合,甚至转化为挤用。 这就好像一群手电筒放在一起,形成一个超大,超强的光源。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妙缠。 妙缠这个词,意味着通过修炼或特定的训练,来调和和增强自己的能量。 而当你的能量增强,你可以做到一些常人所不能做的事。 例如,有些人可以通过冥想,达到一种超越常人的状态。 他们可以感觉到周围的能量,甚至可以与之互动。 那么,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在古石的山中,有一位修行的老僧,他每天都会练习妙缠。 他认为这是通往更高层次的方法。 一天,一个年轻的僧侣来到了他的小屋。 他说,师傅,我听说你可以感觉到其他人的能量。 这是真的吗? 老僧微笑着说,为什么不试试看呢? 年轻的僧侣坐下来,开始冥想。 但是,他发现自己很难集中精神,他的脑袋里充满了各种杂念。 他越来越沮丧,觉得自己做不到。 但是,老僧只是微笑着看住他,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老僧说,你放松一点,不要太刻意年轻的僧侣听了。 放松了自己,开始集中精神。 慢慢的,他开始感觉到一种特别的能量。 这个能量好像是从老僧身上传来的。 他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过。 老僧微笑着说,这就是妙缠的力量。 只要你用心去感受,你就可以做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能量。 只是我们可能还没有发现它。 而通过妙缠,我们可以学会如何感受和使用这个能量。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你是否也想学会这种能力呢? 妙缠不仅仅是一种技能,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告诉我们,不要被外界的干扰所影响,要学会内心的平静和集中。 当我们达到这种状态时,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种神奇的能量,并且可以与之互动。 所以,当你下次遇到那些能量特别强的人士,不妨试试看,感受一下他们的能量。 看看你能否与之相和,你可能会发现,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奇和惊喜。 在我们生活中,意识是什么? 可能你会说,这是一个深奥的哲学问题。 但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并不是高深的哲学,而是我们如何透过这股无形的力量,影响我们的身心状态。 是的,我所说的是意识,也可以称之为念力,意志力,或者更直观地说,是我们的思维。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我们的思维确实能够影响身体的状态。 当你感到快乐,兴奋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分泌出一些让人感到愉悦的激素。 相反的,当你感到沮丧,担忧时,你的身体会分泌出一些使人感到不适的化学物质。 所以说,我们的思维其实就是一种能量,这种能量可以透过冥想来调整。 这里,我想提及的冥想,不是单纯地坐在那里不思不想,而是透过特定的训练和技巧去调整我们的思维,进而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 而冥想的效果并不是一蹴可及的,它单看修炼者的思维品质和运用能力,要如何有效地运用外在能量结合自身能量来达成改变或调整身心状态呢? 我们可以透过以下五个步骤来达成这个目标,首先去杂念。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脑袋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念头。 这些念头,如同杂草一般阻碍了我们真正的思维成长。 所以,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去除这些杂念,让我们的思维更加清晰。 第二,去物欲。 在物质社会中,我们总是追求各种各样的物质,但这些物质,真的能够给予我们内心的满足感吗? 答案很明显,那就是不可以。 所以,我们需要学会放下物质的追求,寻找内心的平静。 第三,放空。 这里的放空,不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空虚的人,而是说我们需要学会如何放下所有的担忧和压力,让我们的思维真正的得到修行。 第四,打坐冥想。 这是一个进阶的修炼,透过打坐,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去调整我们的思维,进而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 最后,心存善念。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只有心存善念,我们才能真正的走向光明。 这五个步骤,虽然看似简单,但要真正做到并不是那么容易,但只要我们能够尽力去达成,我们就能更加有效地掌控自己的身体。 那么,当我们能够一步步地按照这五个步骤去调整自己的身心灵时,我们的身体就会更加接近于听从我们的指挥。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真正的去修炼时,我们的身体的自然修复功能就会逐渐浮现。 这里,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概念,那就是如何借助大自然的力量,来结合自己的能量,进而达到最大的效果。 我们生活在大自然中,大自然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能量源。 只要我们学会如何借助这个能量源,我们就能够达到身心的最佳状态。 但是,我们在修炼的路上,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 这些诱惑,如同邪念一般,一旦我们被它们所影响,我们的修炼就会受到阻碍。 所以,抛弃邪念,是我们修炼的第一步骤。 邪念,是我们修炼的最大阻力。 但只要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抛弃它,我们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能量。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企业家,他们愿意行善,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善念。 是能够扩充他们获得能量的最大助力。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句话,一些迫其善,甚至只有真正的去抛弃邪念,并且心存善念。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走向光明。 我们身为这片土地上的一份子,经常忙于自己的生活,追求和目标。 但有时,当我们停下脚步,回顾这些年来,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 我为我的国家,我的社区做了些什么? 这不是一个评判或比较的问题,而是一种内心的思考。 你是否曾经在某一刻,因为看到某个社会现象,新闻事件,而有所触动,想为社会出一份力? 这些触动或许来自于同情,愤怒或是公义感。 但,这样的感受真的转化成行动了吗? 生活在一个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彼此相互影响的。 你的一个行为,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别人的启示或鼓舞。 就像滴水之于湖泊,每一滴水都可能引起波动,影响整个湖泊。 这就是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虽然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为社会做出贡献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无私奉献。 这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思维和态度。 当我们从心底里愿意为社会,为他人付出,我们就已经达到了无私奉献的境界。 但这样的境界并不是一蹴可及的,我们需要一步步的积累,从小时做起。 比如说,帮助路边的老人过马路,参加社区的志愿者活动, 或是捐款给需要的机构,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我们对社会的付出, 也是我们积累能量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仅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 更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当我们无私奉献,我们会发现,原来付出是一件如此快乐的事情。 它可以带给我们成就感,满足感, 更能够让我们与他人建立深厚的连结。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不论是大事或小事。 只要我们拥有一颗愿意付出的心, 我们就可以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一份子, 这不仅仅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荣幸。 那么,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遭遇挑战, 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为国家做了什么? 这个问题可以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不再为小事烦恼, 更能够坚定地走在为社会付出的道路上。 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不是孤单的, 有许多和我们一样,愿意为社会付出的人, 他们也许和我们不同, 但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目标, 那就是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世界, 做出一份属于自己的贡献。 最后,我想提醒大家, 五思奉献并不仅仅是一种行为, 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当我们拥有这种态度, 我们的生活将会充满意义, 我们将会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